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智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4月4日,NBA官方公布勇士和独行侠比赛最后两分钟采盘报告 总共出现一次漏派,漏锤追梦关键干冒前防守3秒 官方未解释客来关键时刻是否走步 勇士和独行侠焦点站最后两分钟出现的一次漏派发生在比赛还剩1分33秒 采盘报告显示,追梦在没有积极防守对方球员的情况下 站在进去的时间超过3秒,应该垂罚追梦防守3秒为例 这是一次关键漏派,独行侠吃亏 在这一次漏派之后,追梦在篮下盖掉加福德的关键球 最后21秒,克莱博对克莱的盖帽很干净 随后独行侠反扑,欧文持球墙突造犯规,裁判报告解释 虽然格林的手臂处于垂直状态,但他从A点跳到B点 解除欧文的身体,影响了欧文的上篮 因此垂罚格林犯规是正确判发 在比赛还剩15秒时,勇士102比100领先独行侠两分 保罗底线发球,克莱过来接球却没接好 东泻其疯狂比出走步的手势 究竟克莱这一球是漏接球还是走步为例 克莱这球,裁判报告认为没有问题 给出的解释的漏接球 总的来说,裁判报告反映出 勇士确实在最后时刻的吹发上得力了 不过,整场比赛看下来,裁判并没有明显的偏袒 并且也有不少有力独行侠的哨子出现 比如库里被加福德打到手臂却没吹犯规 总体而言,勇士能拿到这场胜利还是实至名归的 其实NBA常规赛进入尾声 达到这个阶段,有的球队已经开始为季后赛做准备 轮袖球队主力,比如战绩联盟第一的凯尔特人 有的球队开始布局谋划季后赛 比如绝金,看着比森林郎和雷霆多达一场的优势 在第一和第三之间摇摆 随时根据附加赛局势做出改变 有的球队一泻千里,整个球队越打越没自信 一打一个不自胜,比如快船 有的球队努力了一个月,拿到十一连胜 却因为输掉两场比赛,和附加赛渐行渐远 比如火箭,今年西部竞争太激烈 国王上赛季西部第三 本赛季胜率比上赛季还高,仅西部第七 太阳上赛季西部第四 本赛季胜率更高,西部第八 包括胡人和勇士,也是如此 伴随着森林郎 雷平这些年轻球队快速崛起,杜兰特带队的太阳 詹姆斯带队的胡人 包括库里带队的勇士,已经成了富加赛首门员 但这三支球队处境各不相同 太阳胜于赛程难度最大对手平均胜率为63.3% 但他们最大的对手是胡人 第八名和第九名的本质区别 就是富加赛有两条命,多一次复活的机会 胡人自从二月份换成拉塞尔加利福斯加巴村雷加詹姆斯加农眉的首发阵容后 战绩十九胜八负,胜率超过七成 而勇士同期二十二胜十负,却只能在第十名原地踏步 勇士在经历前半城各种问题后 虽然年轻人的崛起,违禁似回暖,球队快速走上正轨 但他们离机后赛越来越远 从几个数据说起,勇士在三月下旬连续输给步行者 森林郎时,当时被火箭追到只差一个胜场 形势岌岌可畏,但那个阶段 根据美媚B2建模计算,勇士竞技后赛的概率还超过41% 甚至还有0.3%的概率拿到总冠军 这可比呼人和国王还高 之后勇士连续赢球,课长大胜热火加魔术 随后18分大胜黄蜂 可马次的比赛虽然胶着,但好在波波围棋放了勇士一马 之后勇士又将七连胜的独行侠拉下马 悄悄迎来五连胜 可五连胜过后,勇士甩开了火箭 但他们竞技后赛的概率降到30.8% 首先,勇士防守确实提上来了 五连胜期间,对收场军只能拿到99分 维基斯合格零攻不可没 但是,却暴露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库里和哈登一样,越来越地迷了 达肉火15中7拿到17分 大魔术18中6拿到17分 大黄蜂18中9拿到23分 达马次23中12拿到33分 大独性加18中5拿到13分 实际上过去两个月时间里 勇士的快速崛起 和库里就没有太大正相关的联系 但库里却经常打出极其低迷的表现 大爵士14中4 打黄蜂14中5 打凯尔特人13中2只拿到4分 打公牛18中5 首先,库里随着年龄增加 体能已经成为他最大瓶颈 这就导致科尔要掐标使用库里 经常第四届打了一半甚至只剩5分钟才让库里上 库里自己还有些不满意 据统计 库里与克莱本赛季场均核侃43.6分 斯科尔执教勇士以来最低 当然也有好的方面 比如维基斯的灰暖 本赛季大部分时间段他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很多球迷认为不是他的能力问题 而是他的态度问题 打到目前赛季模的时候他才终于开始摊牌 才终于开始认真 昨天的比赛不少球迷认为 如果维基斯一整个赛季都拿出本场比赛的态度 勇士队现如今保底是西部前六的球队 而维基斯也是目前勇士队阵容当中库里最强的帮手 因为在勇士队二年夺冠的那一年 维基斯正是起到的二当家的作用 另外保罗的控场 这场比赛勇士队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拥有双领袖 库里在场上的时候 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给队友创造轻松的机会 他个人是拥有强大的吃球进攻的能力 但是库里下场之后勇士队依然有领袖 保罗在场上同样可以给大家创造进攻机会 而且虽然目前保罗年岁已高 但是他同样在中距离具有很大的威胁 昨天保罗屡次命中中距离 库里也在场下不断地摇头 可能认为对手防不住保罗这种中距离的跳投吧 而格林在四后卫的防守前置 包括年轻的戴维斯高效的护矿和吃饼效率 甚至是穆迪上场就能发挥投射作用 昨天的穆迪投进了四季三分球 每一球都解了球队的燃眉之急 值得注意的是穆迪目前已经连续五场比赛获得了上场时间 而勇士队也取得了一波五连胜 穆迪在这五场比赛当中一共投进了十二季三分球 这两场比赛 穆迪在场上他的投篮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一个顶级射手的影子 甚至在最近这两场比赛当中 他的投篮效率比汤普森还要出色 我们在场上多次看到穆迪在接球之后直接完成三分的出手 又是标志性得分后卫的打法 穆迪在最近这几场比赛获得了稳定的上场时间 昨天他的上场时间同样在二十分钟以上 不得不说穆迪最近这段时间的稳定表现确实把科尔打服了 本三季穆迪一直以来都是被科尔所频繁弃弃用的 很多球迷对于科尔弃用穆迪是非常不理解的 而目前库明加受伤之后 穆迪的表现不比库明加的表现差 甚至他在场上更能够起到拉开空间的作用 接下来目的是必须要获得一些轮换时间的 所以说了这么多 即便库明加不在 勇士依旧能有金无险赢球 那么就会有球迷质疑 这不是很好吗 但这和赛季出段很像 勇士本赛季前八战六胜 勇士也都是惊险赢球 但那个时候库里能爆砍42分 狂轰41分 之后勇士就陷入新老球员队里的漩涡 克莱又大把机会弹把握不住 勇士慢慢滑落 那本赛季剩余旅程呢 勇士常规赛上线和下线 都被牢牢固定在西部定时 这可不是好事 意味着想进季后赛的话 只能两场客场熬战 全英才能拿八号种子 库里还能撑住吗 即便撑住了 季后赛还有多少能量 与此同时 可尔又开始犯老毛病 克莱重回首发 可以理解 毕竟克莱如今改变很多 也没那么自私了 可是闲阶段经常摆除四后卫阵容 包括重新限制目的 波杰 戴维斯等人使用时间 相当于勇士在原地踏步 比如单打威 设立最大的是库明家 还有勇士队内协防最好的是穆迪 顾光最好的是戴维斯 年轻人因为球队到了关键阶段 又失去了科尔的信任 关键是勇士这套阵容 附加赛真遇到胡人或者太阳 遇到胡人进攻完全匹配不上 遇到太阳 谁来防不可和杜兰特 说句难听的话 不要对勇士本赛机包太大希望 哪怕是打进进后赛 骑士勇士的年轻人比全联盟70%的球队更好 但就西部来说 也就比不过雷霆 火箭 他们早该让新人上位了 苦力已经展露出疲态 无非两个结果 强撑着耗尽能量 或者随时可能倒下 勇士在年轻人和功勋篮球 这里摇摆了快三年 始终无法给出答案 可这三年收获了什么 可来 格林甚至是维近司 高架赶紧抛 重建越早 对勇士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